第一章,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 成吉思汗,本名泰姆尔班图,生于1162年 出生在今天的蒙古国境内 他是东部蒙古部落的一位贵族子弟 家族在当时的蒙古地区有一定的势力和地位 成吉思汗的父亲亚龙涅炎是当地部落的酋长 他的母亲也是一位贵族女性 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传说非常多 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故事是他在童年时被监禁在一个地郊里 直到他能够自己找到出路 这段经历被认为是成吉思汗坚韧不拔和自主自立的原因之一 成吉思汗的童年时期在当地的部落中度过 他学习了狩猎、骑马、射箭等生存技能 同时也接受了一些基本的教育 在他13岁时,他的父亲被当地的部落杀害 这使得成吉思汗的家庭陷入了困境 成吉思汗被迫离开家乡 四处流浪,并开始了他的崛起之路 第二章,成吉思汗的征服战争 成吉思汗在20多岁时开始了他的征服战争 他将当时分裂的蒙古部落团结在一起 并逐步击败了其他部落和邻国的军队 他采取了多种战略和战术 如运用骑兵的速度和灵活性 发挥部落武力的联合效应 利用情报和假情报来迷惑敌人等等 成吉思汗的征服战争迅猛而血腥 他毫不留情地消灭了许多被他视为敌对的部落和城市 他的主要目标是将整个蒙古地区统一起来 并将蒙古帝国扩展到整个亚洲和欧洲 成吉思汗对于征服战争的成功有着多种解释 有人认为他拥有优秀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 也有人认为他有着强大的斗志和决心 而且在战争中总是能够保持冷静和沉住 此外 成吉思汗还发现了许多优秀的将领和谋士 他们为他的征服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成吉思汗的征服战争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止 他的帝国在他的子孙和继任者的统治下继续扩张和发展 直到十四世纪中叶被明朝和其他军队击败为止 第三章 成吉思汗的思想和文化遗产 除了他的征服战争 成吉思汗还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文化遗产 尤其是在蒙古国家形成之前的时期 他的思想和文化贡献更加突出 成吉思汗主张尊重他人的信仰和文化 他曾经说过 天下之大 乌有不容之地 他希望在他的统治下实现文化的多样性和相互融合 并且将蒙古族的传统价值观和信仰传递给他的子孙和后代 成吉思汗还发展了蒙古帝国的法律体系和行政制度 他提出了许多法律和条例 用以管理帝国的各个领域和部门 他的法律和行政制度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 甚至对现代蒙古国的法律和政治体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成吉思汗还积极推动蒙古帝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他在帝国各地建立了道路 港口和市场 鼓励贸易和商品流通 此外 他还鼓励文化和学术的发展 推动了蒙古语言 文字和文学的发展 成吉思汗的文化和思想贡献 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蒙古帝国 也影响了后世的中亚和中国文化 甚至对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贡献 第四章 成吉思汗的传奇与影响 成吉思汗的传奇和影响广泛存在于历史和文学中 他成为了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传奇人 许多蒙古和中亚的民族都有着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和故事 这些故事让成吉思汗更加神秘和神奇 成吉思汗的影响也不仅止于历史和文学 他的征服和统治对亚洲和欧洲的证明 经济和文化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开创了蒙古帝国的时代 将蒙古文化和蒙古民族带到了世界的文财上 成吉思汗的征服战争和统治方式 也被后世的政治家和军事所学习和借鉴 他的成功经验和策略被应用在许多现代的战争和统治中 成吉思汗还对世界文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文化和思想贡献为亚洲和欧洲的文明和文化 带来了新的元素和思维方式 甚至对现代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五章 成吉思汗的死亡和传奇 成吉思汗的死因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有些说法认为是疾病所致 有些说法认为是被人暗杀 但是他的传奇却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成吉思汗的军事和政治成就 已经成为世界史上的一个传奇 他的传奇在亚洲 欧洲和非洲等地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的故事和传说成为了许多文学作品 电影和电视剧的题材 并且在世界各地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和研究者 第六章 成吉思汗的历史和文学影响 成吉思汗的历史和文学影响 已经超越了他的时代和地域 成为了世界史和文学的重要题材和研究对象 他的军事和政治成就成为了世界史上的一个传奇 他的征服和统一对中亚和中国北部地区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文化和思想贡献 对世界文明和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的家庭和个人生活 展现出了他的人格魅力和智慧 成吉思汗的传奇和故事成为了许多文学作品 电影和电视剧的题材 并且在世界各地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和研究者 著名学者和作家如胡适 法国作家拉库贝尔 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 英国作家托马斯曼等都曾经对成吉思汗 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写作 他们的作品丰富了人们对成吉思汗的认识和理解 在中国成吉思汗的故事和传说也被广泛传承和发扬 原代著名作家刘继曾经写过成吉思汗习征记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也曾经撰写成吉思汗征服记 这些作品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景点 近年来成吉思汗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他的形象和精神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符号和精神之主 许多中国企业和机构也以他的名字和形象命名 例如成吉思汗烤肉成吉思汗大学成吉思汗电子等等 总结来说成吉思汗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建立了蒙古帝国 征服了中亚和中国北部地区 推动了这些地区的文化和思想交流和融合 他的思想和政治理念 对当代和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故事和传说成为了世界文学和文化史上的经典 尽管成吉思汗的统治存在着一些争议和批评 他的成就和贡献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赞扬 他的形象和精神已经成为了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符号和精神之主 他的影响力和价值将会继续影响和启迪人们的思考和行动